为协助落实推展克宇 研究发展人才培育夹根 以花莲县克宇新传师为主干的 客家新传协会囚备会 19号上午在客家事务处举行 由客家事务处处长潘前建 县府北区服务中心的主任 班江信玲等人见证之下 正式宣告成立花莲县客家新传协会 也选出了理事长、常务理事等人 未来将向县政府社会处申请完成立案 来落实克宇传承工作 协助落实推展克宇的研究发展 及人才培育扎根工作 以本县克宇新传师为主干的 客家新传协会筹备会 19日上午在客家事务处三楼会议室 举行第一届第一次成立会员大会 邀请花莲县府北区服务中心主任 范江信玲 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等贵宾出席见证 要宣告正式成立花莲县客家新传协会 将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全职作战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花莲的客家 尤其在语言文化跟舞蹈等等 这些来推动 我们这么用群体的力量是正面的 所以各位新传师你们过去的辛苦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有你们才会推动客家文化的落实 客家事务处在你们的落实之下 客家事务处才有存在 存在跟存在的必要 所以今后我认为我们两人是 诚实相依的一个公务部门跟社团 所以今后我认为我们大家可以 在这个领域上面共同来努力 继续发挥个体跟群体 共同来创造我们花莲客家 不管是小孩子中年甚至于老年的研习 都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们把这些学生的训练 有很多事情 这样说有天数的提供 之前我们有一个社医 都在统设把这些训练 我们亲战去 我们亲战去 我们出众还有不出众 就是拼拜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教师傅出家 我们都会哀嚼 什么好事 什么好事 我们拼拜我们有 会亲战去发托 我们就会 共同来支持 教师傅出家发托 跟国际信仑 有亲战的问题 要说有事 要跟亲战去提供 很方便要去提供 希望接下来 會中投票選舉出客與新船師黃瑞相為理事長 另外還有三位新船師為寵物理事 寵物監視由新船師宋德陸擔任 會後將向縣府社會處申請協會立案登記 未來華連縣客家新船協會 也將配合縣府客家政策 推動客與無障礙環境 延伸至家庭、學校、社區及社團的推廣 建立專業客與人才資料庫等任務 落實客與傳承工作 行銷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地方經濟 記者長邦彦捷言相報道